因美国第五季国际娱乐的邀请,香港TVB票选最受欢迎的电视小生曹永莲和被评为形象与歌声神士邓丽君的童谣,以及以模仿费玉清勇夺台湾超级魔王大道年度总冠军的林俊逸,将于10月22日下午午时在洛杉矶近郊温泉赌场度假村的豪华剧院, 做友情金曲演唱。在18日的媒体见面会上,曹永莲神采奕奕地表示,十年没来美国了,很开心,好兴奋。 为了洛杉矶的演唱会,他已在拍戏之余,勤连了不少国语歌和粤语歌曲,献给洛杉的歌迷。 我十年前过来,跟节制不同的,就是我觉得观众很热情, 他可能看我的电视剧看得多,所以他给我很开心的感觉。 有很多带了几首经典的歌,还有江国荣啊,江水友啊,还有很多, 但是我想你们来着之后,听听我唱什么的可以啊。 唱广东歌吗? 有,有。 可以唱歌,谢谢。 大棒颇为阳光的童谣,毕业于北京音乐学院,接受过正规的声乐训练。 无论从形象和歌声,多神式一代歌后,邓丽君,他希望透过自己的声音,来延续邓丽君的艺术生命。 这次呢,因为邓小姐她的歌曲的语言种类很多,这次虽然是只唱八到十首歌曲, 但是几乎英语,闽南语,粤语,华语,还有英语的歌曲都有准备哦。 你最喜欢的呢? 太多了。 总有意思,你觉得唱两三首吧,两三首。 好吧,我只在乎你,月亮代表我的心,还有甜蜜蜜。 来延续邓丽君的艺术生命。 金曲友情演唱会,另一位歌手林俊逸,他开出的歌当,全是费玉清的招牌歌。 多才多艺的林俊逸,还会来一段模仿麦克杰克顺的《乐部舞》。 环球东方记者李渔冲,洛杉基采访报道。